对于很多90后来说,小时候看的最多的,应该就是台湾的那些鱼偶像剧吧,那时候台湾的偶像剧却是非常的火爆,各种各样的偶像剧都有超高的热度, 而且台湾的那些偶像剧,也确实很红了不少偶像男神女神,只是随着时间的过去,如今内地的影视剧越来越多,对于台湾的那些影视剧,也没有了太高的关注度,而曾经的那些偶像男神女神,似乎也不再出演偶像剧了,因为他们的年龄也慢慢增大。 如今国内有不少实力叛逸人,都是曾经凭借偶像剧走红的,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女神陈乔恩。 以往说起陈乔恩,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意识地想起她被粉丝疯狂地催婚,但是如今的陈乔恩,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真爱,不少人也是愿意祝福她的。 其实陈乔恩这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真爱,也是非常的坎坷,因为她的另一半,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。 而且在那个综艺节目结束之后,甚至还被网友罢,出一些她另一半不太好的绯闻。 不过陈乔恩愿意坚持自己的选择,他们俩也愿意一直在一起,所以大多数人也是愿意纵上祝福的。 如今再回想一下陈乔恩在娱乐圈木盘广大的这些年,其实陈乔恩这些年也是非常辛苦的,毕竟娱乐圈的竞争力一直都是很残酷。 陈乔恩刚开始出道的时候,也是没有什么身份背景,那时候的她在娱乐圈很难拿到好资源,在大多数作品中,只能出现一些陪学。 可能是得到了心愿女神的眷顾,很快就有一个好机会找到她。 相信不少人应该都还记得,真正让陈乔恩走红的电视剧,其实是命中注定我爱你,但是,这部剧原版的主角,并不是陈乔恩。 因为这部剧中女主角的角色形象不是很好,那时候很多名气比较高的女星,其实并不愿意出演一个未婚单身妈妈这样的角色。 所以导演无奈之下找到了陈乔恩,而陈乔恩那时候,恰好没有太好的资源,这个角色也就落到了陈乔恩头上。 不得不说陈乔恩的运气实在太好了,她也正是因为出演这部电视剧真正的爆红,在大火之后,她也是好资源不断,也就慢慢有了她如今在娱乐圈的地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